刘嘉玲临走时,谁注意到谢依林举动?难怪刘嘉玲对两人评价差好多。 西梦瑶和谢依林的旅行已经到了最后一期,这一季走来,谢依林和西梦瑶到了五个房主家生活,每一个房主都有自己的相处之道以及生活之道,谢依林和西梦瑶通过认识这些人,学习到很多的东西。 在收官的时候,西梦瑶和谢依林来到了苏芒的家里,苏芒一直是时尚界的女魔头,虽然现在退休了,但是影响力一直不减。 苏芒还带着谢依林和西梦瑶去找了自己的偶像刘嘉玲,刘嘉玲一直是娱乐圈的布老女圣,也有相当高的地位,西梦瑶一见到刘嘉玲,特别开心的去拥抱。 西梦瑶之前和刘嘉玲也一起参加过综艺,两个人应该还算熟悉,谢依林是第一次见面,但是却没有显得很激动,而是很礼貌地弯腰握手,这一点让观众看着很舒服。 不少观众觉得,西梦瑶在这期的节目中讨好刘嘉玲太明显了,不仅一直夸刘嘉玲,觉得刘嘉玲很有魅力很有魄力,而且大家去插花的时候,西梦瑶也是多次夸奖刘嘉玲。 当然这也可能是晚辈对刘嘉玲这种女神的向往,所以急于表达自己的激动。 每次房主和嘉宾坐在一起谈话的时候,西梦瑶总是那一个有很多困惑的人,虽然她现在没有谈恋脉,但是却对这个话题充满了自己的想法,觉得很多东西不切实际,也不知道怎么面对。 她有点不相信会有一个人全心全意对自己好,能够毫无保留的去信赖。 刘嘉玲听到西梦瑶再次谈到这些话题,也耐心和西梦瑶说自己的理解和体会,希望能够帮助她解惑。 刘嘉玲和大家相聚的时间还是很短暂的,晚上的时候就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去赶飞机了,本来大家是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,看到刘嘉玲要走了,西梦瑶也表示自己很舍不得。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,在这个时候,谢依林和刘嘉玲是正对着做的,西梦瑶是靠里面的。 在苏蒙起身和刘嘉玲拥抱告别的时候,接下来就应该是谢依林和西梦瑶告别了,但是当谢依林和西梦瑶起身的时候,谢依林主动让出地方,让西梦瑶先过去和刘嘉玲告别。 然后自己在一旁默默默的等着。 一般这种时候肯定都着急和自己的偶像告别,表达自己的不舍,但是谢依林还能够有这么暖心的举动,真是太难得了。 右上边的我,最后F가叫他担心的举动,只要永远着她担心的举动。 全乱是4-5-18-30。 虽然谢依林和刘嘉玲第一次距离。 但是在随后的采访中,刘嘉玲对谢依林的评价还是很高的,觉得谢依林是一个很单纯可爱,也很直接的阳光女孩,她从谢依林也学习到很多东西,比如想做就去做,然而对西梦瑶,刘嘉玲却觉得她一直在纠结自己不该纠结的事情。 谢依林的相处模式,其实更让人觉得舒服,难怪刘嘉玲对两个人的评价差这么多。